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样 今天我们来看一些标的物格局的变化 那今天会讲的 讲的比较贴近死盘一点 其实平常讲的都很贴近死盘的 就是奥利给常在分享的一些交易的观念 你是喷出买进也好 多空打击去打击的也好 在哪里交易都好 反正就记得 守好你的停损 守好你的风控 去做你的交易计划 也去计划你的交易 那首先我们进入到我们常常在看的标的物 联发科 联发科怎么看 建议就切股票 股票建议切60K搭配15K去看 那怎么看 怎么交易 奥利给分析给你听 就是先把图结起来 然后把 近期的低点 近期的高点 隐约像这样一条线画出来 你就会看到说 左肩左脚 头在哪里 底部可能在哪里 那我们就去分享他的交易计划 低点观察674 高点观察773 波幅大概100块钱的整理波 那整条未来我喷出去 我下一关可能就870 那670万一跌破气首 我可能就观察570 类似这样 把交易计划写好 然后去观察什么 观察 大跌以后的横盘的VVW 我们所谓韭菜财经台 老师常在说的W底 或是V底 或是什么底 不管 他就是发生在什么 多方打击区的横盘 有了 我们就交易看看 你看 容易怎样有87% 你一交易就开始反弹上去 对不对 如同这个图 然后你想做空或想停力 观察什么 这边写空方打击区 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这两个价格的横盘区间 容易怎样 上去下来 一空 一空 就开始赚钱 赚到哪里去 赚到所谓的多方打击区 那单值跟那个建仓的点位怎么建 奥利格分享给各位亲友 以后你如果说有看到类似的标的物走 类似的形态 奥利格都建议你去做 加2 减1 的业务行为 你挑截一次就100块 你的成本就往下降低了大概50块 假设以两张来讲的话 这样你在交易就会比较轻松 提醒各位亲友 就把这个交易的SOP 尽量把它SOP化 交给这个没有人性的公司 违反人性的交易心法 让你去赔钱的交易心法 去做SOP去做交易 这样你在看盘才会比较轻松 那停损怎么浪 假设说你完全没有浪过了 建议可能浪个5块10块 跌破就不要 浪什么浪这个价格 或是浪这个价格 或是说浪这边的80 这边假设是680 你又可能浪到675 这样就好了 错了 错了你就去观察它下一个横盘 或是说等它跌破再收上来 在680这个价格 你再把它追回来都来得及 所以说交易真的不要急 多等 等行情 很多行情都是等来的 然后再去哪里 当冲隔日冲我们再去15k 去看它交易格局的变化 一样我们把画面切到15k 然后把画面放大一点点 你就会大概知道说 它大铁以后的横盘大概是在哪里 或是说它目前新横盘格局的业务行为 这个你就会看得比较透一点 为什么比较透 我分析给你听 因为15k大概是3到5个交易日 它波幅的业务行为 这提醒各位亲友 那你就会看到说 假设这档标低屋是680块 或是685 那这边可能就是700块 那你就会看到说它的波幅大概有15块 那股票程式语言告诉我们就是说 第一个 每档标低屋 你要先去了解它的惯性 你知道它的惯性就是15块嘛 那么未来 它如果有在喷出段或是跌破段 它就容易怎样 容易走这15块的等幅车去往上 可能是715 或者是660 把这些交易的边界跟那个 这些价格的边界 你把它试着把它用交易计划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就怎样 就去等它这边横盘的VW 主力吃韭菜跟着吃 主力卖韭菜跟着卖 15块加减调节加减赚 赚对的话来上去 上去出一张下去买回来 上去出一张下去再买回来 这样你在交易就会比较轻松 就不用说啊 这里到底该不该卖 该不该停泥 那里到底该不该停損 你就把一个完整的SOP 用一个加2-1 加2-1的业务行为 去调整 调整你的单子 把这15块的波幅 先想办法赚起来 那你吃单的点位一定要想办法 尽量接近684的这个价格 容易怎样 一交易就开始赚钱 你既然知道在这边一交易容易赚钱 那你就等这边嘛 它有可能会走喷出 然后底底高 一直爬楼梯的U行为 然后你就摸不到了 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那个不是 不是身为韭菜的你跟我在做的 而是身为说 你会割韭菜以后的你跟我 才去打那个 打那个什么加码单 就是它波幅的价码单上去 比如说 我们知道一堂股票的惯性 有没有 一堂股票的惯性 它的走势就是怎样 现在假设 假设多方的格局就是这样 下去上去下来爬楼梯一直上去嘛 你就会知道说它的波幅就是15块 然后大喷就30块 喷一个30块以后 就走一个大概15块的整理坡回来 然后再喷上去再加30 这是多方 多方常常容易走的惯性 一直爬 爬到我们所谓的空方打击区 或是大格局边界的压力区 那你会这种高手来回单的 你就很容易的怎样 15加减出嘛 30有拉回15你就加减买 那假设说它的喷出是15 拉回是8块10块 那你就会容易掌握到什么 这个喷15 啊波幅大概10块或8块 的价差的优势行为 啊从这边开始加2-1 减1的来回单加减做加减做 就8块10块 运气好15 啊运气不好可能8块 哇就8块15块 这样一直赚上去 赚到哪里 赚到770 或者说赚到870 都可以 只要你的停损不来 你就永远给它堵上去 那以上 提醒各位亲友 以上就是联发科 它近期交易格局的变化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那接下来看我们海外期货 海外期货什么交易 尤如奥利给分享给各位亲友的 就是 第一个 先看它大格局的边界怎么走 啊我们看到上次的323 我先分享一个大格局给各位亲友 然后做一个复盘 那因为这两天我刚好美股修饰 要不然理论上呢 理论上怎样 行情波幅应该会 大起来 建议 底单没有吃在930这边 建议多观察 除非说你会停损的 你吃这边会防守这个跌破 就不要跌破不要 要不然这边的高手区 就建议不要碰 因为这是大格局边界的什么 空方打击区 我们把那个字写起来 这样等一下再复盘 你就会比较听得懂奥利给在说什么 奥利给有常在说 噴出噴出的左肩 左肩 左肩 都是上去不能收下来的业务行为 因为走多方 多方的趋势就是这样子 它在噴出左肩 永远永远都不会 把这个原本是压力的地方 又把它跌回来 那跌回来又叫做什么 那叫做假突破 那假突破就容易怎样 回撤起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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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分享各位亲友丁盘时的观念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趋势不好 还是说这边一定要空 还是说它涨太多了 我们就去空它还是怎样 我们不管趋势单 也不管趋势的走法 因为我们是当充隔日充的交易者 我们必须观察说 这一段的波幅万一你做错了 那你应该怎么样去修正你的交易计划 我这边提醒给各位亲友 我不是喊空纳斯达克 也不是喊多纳斯达克 只不过是说 让各位亲友知道说 你今天的多空打击区 你要在哪里交易 你比较会容易有利润 顺的话你就堵到地板 还是堵到天花板 都可以 那一样一个大格局的边界看完之后 你就会清楚明瞭了解说 这个314很重要 上去不能收下来 你看阻力确实有没有 在这边 顶多碰一下310 然后又赶快拉上去 还有308 那你这样看得到交易策略 跟交易格局的计划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你这边如果真的要做多的话 那就只能观察310 上去跌破不能涨上来 那你真的勉强要做空的 你只能观察哪里 我就大概这边 这边相对高 376 上去不能收下来 收下来就容易这样 回撤310 这样看你可能是 看不懂奥利格在说什么 那我就分享这样给你听 就大概这样 你就可以看到它 比较完整的交易计划 完整的格局 就是看完大格局以后 我们再去看小格局 你应该怎样做交易 那如何看图说故事 看左边坐右边 有没有 像这样 你在大格局看完以后 你再去小格局把它看出来 高点观察380 低点观察320 那这两天震荡波幅 猎物行为大概有60点 那整理好有喷出去 下一关就多少 15440 那整理失败万一气熟 就可能打回7张点 那如果说这一波盘整的等幅测去 往下灌的话 容易灌到哪里 大概是15260 把这些价格 1 1 2 3 4 价格的边界先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 你精明两天 你想做空的 你就等上面 那你想做多的 你就等下面 你 位置到了像这样 VVW的横盘 你就 怎样 来 复习室 主力下去上来 主力吃韭菜跟着吃 是不是吃到了 吃到了 停损不来 你看 就整段上去了 有没有 虽然都在唬烂 虽然都在讲废话 虽然都是看图说故事 但是呢 我们这个交易计划 却有87%的达正率 在此再提醒给各位亲友 那 以上 就是它 纳斯达克交易格局的变化 那你想做空的一样 你就 你就在盘前 看它的H&N 發生在这条线 这个价格 就大概380 有没有 上去不能收下来 上去不能收下来 有收下来 主力卖 韭菜跟着卖 你就容易怎样 卖到这一段 好 先做 30个TIC 30点 到50点 或30个TIC 到50TIC 的来回单 一样喔 在这边空加二两口 在这边 30到50TIC 先减一一口 把小赚的U行为先赚好 顺的话 永远有一口 加一的头单 在这个90 还没有被掌破之前喔 你就赌它什么 赌它到底板 那你做多的一样嘛 永远永远就在310 加二减一 让这个低点 减一在哪里 减一 无脑的减在380 或是30点 50点的来回单 然后永远有一口 加一的底单 赌什么 赌它 喷到天花板 那以上喔 就是它 纳斯达克 交易格局的变化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小刀铜镜 一样喔 它之前的相对高 我记得是在 喔 还没到 大概984 那这边高点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 699 提醒各位亲友 699是上去不能收下来的价格 那你今明两天多空想打击的 第一个高点观察699 第一点观察多少 大概909 699909 波幅大概几点 看一下 699 到 33997 大概600点左右 它如果说有开盘不修饰的话 那现在应该在走这个喷出的嘎空坡 就是把这一段的空单全部嘎掉 那目测的话 应该大概是还有600点的波幅 嘎的顺的话 应该就会再去挑战一次984 往左边对过来看的话 我那边都是密集的压力区 那讲这边有点太远 为什么太远 你罗斯达当冲隔日冲 我这个交易计划给你 你可能 大概是一年喔 一年或半年才交易一次 那一样喔 我们再去小隔群 去分享它 吞出以后新的高低格局的变化 因为这两天有修饰 所以我把创新高以后的一些高低盘喔 的价格喔 因为切15k可能看不太到喔 那就把它切到哪里 切到5k 让大家比较容易去找交易的点位 那有时候也会看1k啦 那是因为 因为有的点喔 你看不到 看不太到它的利润 所以我格局 有时候会放大缩小 这边提醒给各位群友 每个格局都有对跟不对的地方 不是说 你这边说就一定对 那边说就一定不对 我只是把它近期的高低 画出来 發生至少1天 1天至3天的业务行为 给各位群友看 它这3天 这3天交易的盘整的区间大概是在哪里 这样你就会比较好交易 来 道琼喔 低点观察多少 34563 536 高点观察多少 34662 那662-563 它的日内目前盘整的整理波 大概有100 130点左右 的横盘的业务行为 那整理喔 有喷到喷出660 不再收下来 下一关有可能不排除去攻哪里 攻34790 可能发生在晚上或明天 就大概今明两天交易格局的变化 那万一夜盘 536 整理失败气首 还有这个510气首的话 它往下等幅测距去可能到哪里 没有错就是530-130 那就可能观察34400 不是叫你34400直接吃 是叫你去观察像这样跌破收上来 发生在多方打击区的这个价格这个位置 有的话你就交易看看喔 那你想做空的一样 观察什么 观察它在这边的 H&N上去的 涨上去又再收回来的这个价格 主力卖韭菜跟着卖 还是这个价格噢 噴出再收下来的这个价格 有的话你就布局交易看看 就赔看看嘛 你就设个5个TIC 10个TIC的停损 或说设个 设多少 688 这个688加5至10 5至10点 啊 顺的话呢 30点50点来回单加减打 你看这边就40点了嘛 660到620对不对 啊永远有一口加1的头单 赌什么赌他到地板 啊做对的话可能有130点 或者是260点的波幅的利润 啊有的话你就赚赚看 啊你就会知道说 你亏10点20点也好 你可以赚130点 顺的话可以赚到260点 啊你觉得这个交易计划你看的会爽 你就交易看看 你就买看看 提醒各位亲友 在交易之前 把你要打的价格 写在空白纸上面 像奥迪也分享给各位亲友的 写在空白纸上面 这个低点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喷出的等幅测距 还有这个低点跌破的等幅测距 4个价格 全部把它标好写好 那你就开始交易看看 错的话就亏5点10点20点 随便你 对的话你就赚130 260的交易的利润 小赚还有什么30到50点的来回波 这样的所有的进攻退守 交易行为的交易计划 都分享给你了 点位到了你就赔看看嘛 我们是保证你赔钱的交易计划 但是我们交易计划却有87%容易反弹的 有胜率的交易行为 提醒各位亲友 打击区到了你就打看看嘛 那以上就是小道穷尽它交易格局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档 黄金一样啊对不对 来大格局的边界大概在哪里 分享给各位亲友 低点观察1913 高点观察1935 上去不能收下来 跌破不能占上来的价格 那盘整坡幅的业务行为的目测 大概有20点 20点左右的整理坡 那整理好有喷出 下一关可能就多少 1955 那跌破气首呢 可以观察多少 大概1890的价格 啊观察什么 一样我们把大格局的边界看完以后 再去切一个小格局的 比如说昨天喷出跌破以后的新高低格局 还是说像这样把它缩放 在大格局边界 我们知道昨天的交易行为是怎样 你就把这样新高低的横盘格局 再放大一下 再去写它的交易计划 来 低点观察1921 高点观察1936 上去下来 还有这1939 1917 都是什么 跌破不能收上来 还有涨破不能跌回来的 价格的业务行为 那我们就知道说 昨天跟今天日内波波幅也大概有15点 那整条有喷出叶盘 有可能不排除去攻哪里 1950 啊万一1921 跌破既手呢 就打回起场点 可能去 微称哪里 大概1905 这样 把交易计划写好 黃金位置的打击区 到了你就交易看看 你就赔看看 提醒各位亲友 像这样 横盘 主力吃韭菜 跟着吃很久了 你就会觉得说 哇好像一个碗公 有没有 或是说一个VD 啊 或是说一个铜墙跌壁 谁 主力 跟什么市场 告诉我们 这个价格下不去了 那你就交易看看 啊 但是这边 比较像是高手在打的单子 或者说你3936有出到的 你想再做他这边 可能是 50点60点的来回单 5块6块来回单的U行为 那以上就是 黄金他交易格局的变化 那接着我们看下一档 青云有样 喷出千万不要追 你看这个71跟69 来回8几次 我真的是巴到你怀疑人生啊 来 交易计划怎么见 分享给各位亲友 低点观察69.9 高点观察71.4 这都是上去不能收下来 价格的业务行为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多方打击区的VVW 有没有 主力吃一次 韭菜跟着吃第一次第二次 都有两次以上的交易机会 然后呢50TG的来回单 加减调节 加两口 上面无脑减一口 减一口 对不对 啊顺的话 你永远有一张加一的单子 堵什么 堵他喷到天上去啊 对不对 啊现在打击区回来了 要不要交易 随便你 反正点位到了你就赔看看 因为你知道你在这边容易怎样 比如说赔 赔69.53 减10可能69.43 先把这个停损设好 加2出的来回单加减8 这个目测大概有100 150个TG左右啦 就是1.5块 对啊 啊你这1.5块 150个TG 你来回赚个一次两次 诶 你的风控一样是防守69.53 跌破之前 你就怎样整个给他堵上去 滑顺的话喷出呢 下一关可能71.4加1.5块 可能就是72.9 又打回上次的起跌点 对不对 这样你在面对交易就会很轻松 把我们停损 该停损的交易计划的价格的边界写好 对不对 那你做空的一样 没有在71.4以上的横盘 你空单就建议尽量不要碰 我还勉强大概是70.9 对啊 你一样在上面加2 在这边减1来回单 滑顺的话 你就整个给他堵下去 那如果说万一夜盘 69.9 气熟的话 一样是减大概1.5块 下一关观察哪里 大概68.4 提醒各位亲友 68.4 就这一波的等幅测局 我要碰出了这一波的等幅测局 那以上就是清源油 他交易格局的变化 简单分享给各位亲友 那今天的交易计划 我就暂时分享到这边 那可以的话 晚上还是明后天美股有开盘 我们再来用即时盘 搭配奥利给分享给你的交易计划影片 我们来做直播 再来验证说 我们的多空打击群友 是不是可以让你赚得到钱 早知道你会发财吗 早知道你会有收益吗 那今天就简单分享到这边 以上谢谢各位亲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是一堂价值三千万教育心得的分享 在你听完之后 保证你会得到价值三千万的教育技巧 以及如何达成 躺着干 坐领甘心 年收入一百万的达成计划 看没有你会知道 有钱人的想法到底在想什么 影片记得看到最后 我先问大家的问题 你是韭菜吗 你被当做韭菜收割了吗 还是你都是在收割韭菜的 这是一个完全不想负责任投资分析报导的频道 一个将你如何赔钱的频道 不收费只想分享经验跟群丸 没有错就是用老韭菜赔钱的经验来赚流量 只需要只需要只需要你的订阅以及分享 参考的经验呢 是一个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为 内容可以跟你保证完全是看图做故事 你没有听错就是看图做故事 影片录制的方式呢 大部分都是用直播的方式去录制 手机的软体去排版的喔 所以有错别这部分请多多见谅 接下来我会用最实际的数值 以及最直白的语言来分享 这个标的舞这个市场 你看一次看不懂 可以点凶回放 右上角有个齿轮 看个一百次 看个一件事看到你懂为止 那今天我们来分享就是 股票跟期货的交易技巧的SOP 教你如何看出格局 以及 确准线的用法 简单来说就是如何看图做故事 那不管你今天要做多或做空喔 进入到任何的交易市场 你要先学会观察盘整的格局 并且注意在这个格局改变之前喔 有87%可能会发生的业务行为 能力呢在这个格局内喔 写出你的交易计划 并且在干系的过程当中喔 试图发挥你的想象力 那首先我们来到观念的建议喔 带大家看什么是假突破 什么是破底翻 然后奔出要观察什么 跌破要观察什么 还有 在于看一个格局喔 你不能不去知道的五个价格 就是 盘整格局的高点 盘整格局的低点 盘整格局的波段幅度 奔出后的等幅测距 跌破后的等幅测距 那你如果是想做多的喔 建议喔观察 去观察盘整格局的低点 以及它大跌以后 等幅测距的低点 对我开始走横盘喔 我们就观察 VVWP 那想做多的喔 建议去观察 一档标准在大张以后 它盘整格局的高点 以及喷出以后的等幅测距 然后它当它开始走横盘 观察什么 观察H N M 一个山或是一个突 那我们观盘的盘整的形态喔 建议喔 用比较大的格局去看 再看到比较小的格局 去判断说 你应该做怎么样的业务行为 到以上的格局 接下来就进入教育策略的阶段 就是我们在面对投资市场的时候 就是要把会遇到的状况分析出来 简单来说不是输就是赢 输赢的几率 各占百分之五十 我们再把百分之五十的状况 分成以下四种 那就是大赚大赔小赚小赔 那中央主义四的话 就是它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几率 你在投资市场上会遇到的状况 然后我们再把可以控制 跟无法的控制的状况区分出来 赚钱的状况喔 我们分为以下几种 大赚靠运气 小赚靠运气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真的只能靠运气 带给我们 那赔钱的状况喔 大赔看你自己 小赔看你自己 控制在你自己手上 有没有听说 只有要赔多少 是你们跟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那既然我们知道 未来会发生的状况 只有以上四种 我们就把这四种状况 做一个删除法 就是我们只能控制小赔跟大赔 那就是把大赔删掉 你没有听说 就是把大赔删掉 那要怎样把大赔删掉 就是所谓的 停止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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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很重要 也最重要 所以讲三次 那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恭喜你 如果以后你在投资市场 会遇到的状况 就只剩下三种状况 就是小赚 小赔 大赚 然后我们再把这三种状况 再用刚刚算金融方式去换算喔 那比如说 你的百分之三三%的时间 是会遇到小赔 百分之三三%的状况 是会遇到小赚 百分之三三%的状况 是会遇到大赚 你有没有发觉 你这样调整以后 你明天以后 在投资市场 会面临到的状况 有百分之六 是在等大赚跟小赚 那么呢 只有百分之三三 在等小赔 如果你在面对这档标定 或是做这个投资市场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愉快的去面对 所以说看出隔绝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在明天后天 跟未来的隔绝 去拧定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赔钱的交易计划 我最后再提醒大家 股票的股票是天天有的 你真的不要怕买不到 只怕你没有钱可以买 要一个机会 我可以跟你保证 天天都有 可以赌到你80岁 或者是中风 手按不动滑鼠之前 你都还可以继续補 所以说学会 教育技巧 投资心法 去练好你的基本功 怎么样在下面吃两张 出一张抵单要留 上去卖一张下去再买回来 养成你的小赔 小赚 大赚的习惯 那抵单就留着 天出不来 你就给他赌到天花板 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他赚的钱 他抵回来你可能会舍不得 但是我们这样才会有 长线赚钱 凹单的交易计划 你这样表情以后 每天你就会觉得很有参与感 而不是只能在旁边看戏 那之前的影片也很重要 建议大家从头到尾都给他看完 看了一百次让他询文播放 你就知道韭菜是怎样被收割 几位影片的观众 在老板按赞订阅加分享 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如果说你有想了解掉地物 可以为你免贝的建议以及分享 跟你保证完全不负责任 要赚多赚少自行负责 所以那我欠给大家一个 价值3000万的交易心得 做多千万千万别追高 不要在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你去做多端 那做空千万千万别杀低 就是不要在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已经在地板了 你还跟人家在空下去 那不管你在哪里建仓 不管在哪里做端 就是千万千万记得要停损 以上的3000万分享给大家 影片的最后呢 再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交易顺利 培养好你的交易计划 多久在割到80岁之后 手按不动滑鼠之前 以上 谢谢各位 - 这次谷底的公司 描述了1000多点的 如果现在平价的话 你可以照到300多万 70%了 确保平仓 还要多久到4多 15分钟左右 买下去 当然买下去了 还在生呢 给力 - 啊啊 - 啊啊 - 啊啊